深夜的豆漿店救護人員忙進忙出 往地下室的樓梯間 有女顧客踩空掉落 女顧客傷勢相當嚴重 右腿膝蓋骨頭外露 疑似在骨落過程中被石接割斷腿 而事發燈下 豆漿店的女店員就在一旁 想伸手拉人卻為時已晚 我們有一個員工在那邊幫他開燈 那個越南的時候他有幫他開燈 他有看到他掉下去 說他沒有抓住 他這樣這樣啊 我抓到他這樣 他很重我抓不到他 我就很快我叫老闆 不斷拍拍胸口 店員被嚇得不輕 這名女顧客 7號深夜2點多 到高雄男子區瑞平路 一間豆漿店用餐 才吃沒幾口 餐點還留在桌上 想跟店家借廁所 女店員帶她到後方的儲物間 結果剛準備開燈 女顧客沒注意旁邊就是地下室階梯 瞬間踩空跌落 右腳受傷 她說不知道樓梯 不知道有樓梯啊 都沒有人告訴她有樓梯啊 警銷道場看到女顧客傷勢 一度懷疑是被歷刃割傷 但樓梯間只有堆放食品原料等雜物 沒發現血跡 懷疑是被截踢切斷腿 當時在場的女店員 在拉人過程中也有皮肉傷 但她相當自責只求顧客平安勿事 TVBS新聞張麗玲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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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疑